其实雍正登集以来 还没有在京师子民面前露过面 人们跑这么远 一味瞧王师凯旋的风光 心里倒是更想瞧瞧皇帝老子长什么样 苏顺卿见进城道边 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卖小吃的 汤饼烧麦 凉粉酥糖 炒面烧鸡卤肉小摊子上 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 叫卖声嘈杂不堪呢 便言义道继续向前 足足走了 有十里之遥 方见人流渐渐稀少 便在一株大柳树下设了相爱 端坐静等 他只求远远再见刘墨林一眼 便愚愿已足了 卖正石牌 听得风台大营三声炮响 一队队兵士 举着毛隔 顺序出营 沿一道布防 每隔二十丈 一道采防 中间三步一港 五步一哨 采防两边各占一名军官 按箭挺立 分段指挥 全部军事都是一色促心的好意 煞是威武三严 苏顺青默然坐着 耐心等待 过了一会儿 便见几个军事 由西南官道 打马飞奔入城 料是年庚姚军 派人入城联络 不一时便听城中 功臣台 鸣炮三声 钟鼓楼 齐壮响了 各个寺院 大中 立刻 相互摇摇相合 几乎同时 陆河翼那边 画脚齐名 军跃高奏 前头五百名校尉 配刀甩步而出 把这黄土道 踩得一阵一刹 接着 是一百八十匹剑锣 拖着十架 红衣大炮 炮车 隆隆而过 也真亏了那些御手 连锣提子 都齐刷刷 踩着古典 黄尘都扬起老高 道旁的人们 已经看争了 苏顺青 好奇的看时 一仗一出 前头 是八十面龙旗 由八十名 彪清大汉 轻着过去 紧接着 是五十四城 九龙躯盖 一色米黄色 指最后两个 一翠一子 为翠华 紫盖相成 华盖后 两长队军士 都走得很从容 八面门旗导引 两面筋骨旗 两面翠华旗 四面萧金小旗 出井入壁旗 各一随后 一百二十名军士 举着金月 卧瓜 利瓜 月斧 大刀 红灯 黄灯 开过 苏顺青巴巴的 望眼欲穿 眼见五花八门的遗战 徐徐开过 足有一刻 还不见年庚瑶的影子 正发急间 便见六十四名军士 护着倒车过来 倒车造得异常宽大 车上四脚 站着四名护道将军 都是二品福色 昂首瞳目暗箭 活赐中越庙里的四大金刚 车上盗旗旗杆 足有两丈鱼狗 赤红流苏 明皇乡边 宝兰底色的盗旗 足有丈二长短 上写着斗大的黄字 亲命征兮大将军 年 在灿烂的阳光下 熠熠生归 倒车后 才是年庚瑶的中军一战 却是十名 穿着黄马褂的御前侍卫 骑马先行 后边几十名中军护卫 抬着天子上方剑 情着明皇节月 簇拥着 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年庚瑶 却并没有别人陪着 苏顺青 虽是个女子 也知道 允堂随军 是皇帝 惩处这个九爷 自不能随在年庚瑶身后 但宝贝勒和刘莫林 是宣召亲史 专门迎接年大将军 回京的 至不计 也要和年庚瑶 并配而行 怎么连个影也不见 一时想着 也许弘历不想宣宾夺主 留在西宁 徐徐随后回来 也是有的 一时又想 莫不成刘莫林兵了 胡思乱想着 已是吃了 后边常常一队队兵士 奇甲鲜明的仪仗 也都没有留心看 只张着眼 寻找刘莫林 却哪里得见 一直到三千人马过完 他才发觉 树荫早已错过 自己已经坐在 热轰轰的 太阳滴滴了 思量许久 苏顺青 轻叹一声起来 对教父说 回城去 西门进不去 从宣武门 绕道回去吧 一坐进轿 他便浑身贪软 昏昏沉沉 昏迷了过去 坐骑上的年庚瑶 当然理会不到苏顺青 这点子小小的心思 这番班师回朝大典 四月初从青海出发 入关后 一路都是黄土电道 香如鲜花迎接 沿途干闪玉直四省 从入境到出境 都是总督巡抚 亲迎亲送 行跪拜礼 吃仿善餐 礼境如对神明啊 各地周府道司 馈赠的遗城 堆山积海 迎庭积屋 总计在百万两以上 根本就无法携带 也不便带回来北京 都暂存各地藩库 回城时再带 此刻 千成万计 簇拥着他 坐下子流 手中黄江 论千论万的百姓 鲜花离酒 望尘五败 走到哪里 人们都像倒幅的麦田一样 五体投地 不敢仰视 这风光 这排场 这荣耀 自古以来 人臣有谁享受过 扫一眼前头 容其逼日 环顾左右 金额辉煌 全都为自己 是功勋盖世的 大将军 得胜回朝来了 他铁青着脸 尽力 抑制着内心的激动 和沉醉 江崖海水 四团龙袍 外套着金灿灿的 黄马褂 明皇 私底 竖着黑沙战袍 和顶子上的 三眼孔雀花铃 在微微的 熏风中飘动 目光炯炯 凝视着 越来越近的京城 灰暗高大的 西支门前 三百余名 礼部司官 远远 望着盗旗 从上书 侍郎 黑压压 跪了一遍 齐声高呼 年功绝业 两功 大将军 万福 安靠 年功尤 正言也没瞧众人意 略以合手 便纵马入城 此刻城里 烟花齐放 香雾缭绕 爆竹起火 冲天炮 如同开锅西周 想个不分鸽 一座接一座的 扎花彩房间 人流如潮 万头窜涌 万目睽睽 如狂如醉 瞻仰大将军的风采 九门提督 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 手拉手 结成人墙 为年功尤的三千一让开刀 个个累得臭汉淋漓 各扎门口的乡案 都被挤得稀烂 哪里还能执行礼部传誉 公吉福礼 前程试经 做好做歹 总算在沉默石牌 赶到了武门 这里官房的 没有一个百姓 连同入京引荐 数职的官员 有简亲王 公亲王 两个皇叔带着 连亲王领监 足有上千的官员 一见盗旗中营到达 隐四一声 百官跪接 亲王以下 呼着全部跪了下 接着静边三声 年羹鸟 才从京阵中清醒过来 忙下马来 便见五门正门 压压而开 三十六名太监 抬着端坐在明皇 亮教上的雍正皇帝 赢了准 历时 丹臂之乐大作 左夜门下 三百六十名唱音阁供奉 在黄中边庆的撞击乐中 嘴唇一张一息 念念有词唱道 轻易昭端 爱祥云 河山清宴 灵旗昭帝 宋归安 贺元荣 依良汉 静县寸城丹 在于阁 和佩鸾 功成万里 乐名还 辖尔 共腾湾 雍正韩孝 徐步下了成鱼 静静听完歌乐 便向年庚瑶走去 亲手 解掉了年庚瑶身上的战袍 年庚瑶 这才行事上 去了甲州 伏地行 三桂九寇大礼 松胡 愿武皇万岁 万万岁 雍正韩孝受礼 亲自扶年庚瑶起身 大将军 安马劳顿 着实辛苦你了 一手 携了年庚瑶 另一手摆了摆 示意 百官起身 二人 静字 从武门正门而入 允四 蒙高叫 离成 百官 由左夜门 入大内 灵宴 众人起身来 历时便是一片 嗡嗡 莺 嘖嘖 呈现之声 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写着 百官到此下轿 五官到此下马 的大石碑前 站着允祥 和刚刚道经的 乌思道 允祥 只笑着官礼 乌思道架着双拐 站在一旁 叹息了一声 粗彩 亮宫 没几日子好活的了 乌思道 是昨天夜里 才到达北京的 自从在南京 会见李渭 他就知道了 自己的处境 钦定的 终掩于世 老实听从 雍正安排 是唯一的自权之道 想摆脱朝廷羁绊 放舟江湖 笑傲风月 是办不到的 安置了家眷后 积极赶往北京 先去十三贝勒府 拜会允祥 允祥 却在封台 直到深夜 才见了面 两个人 谈到天蒙蒙亮 才朦胧了一会儿 因之年庚瑶 今日入城 便和允祥 同城一城大叫 前来观礼 当下允祥 听乌思道 为年庚瑶 下此断语 不禁吃了一惊 疑惑的 凝视了乌思道一眼 瘸子又要威严耸听了 年庚瑶这一功 其实打稳了皇上的江山 如今圣券还在我之上 你知道吗 十三爷 你只说对了一半 乌思道若有所思的 看着百官 由左夜门鱼贯而入 打稳了皇上的江山 一点不假 年庚瑶 如果兵败 八爷就召集 八个铁帽子王 逼皇上训位 仗打得温吞水 后方财政不支 八爷不但搬不倒 还要造乱 他是战胜将军 皇上就是英武圣主嘛 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但说年庚瑶圣券在你之上 十三爷就大错特错了 圣上是用你安内 用他攘外 外患即去 他一点不知收敛 怎么会有好下场呢 允祥听着这话 心里一阵阵发寒 许久才说 等他面上下来 我们和他聊聊 乌思道猛的转脸 望着云下 目中 浊然声光 断然说道 十三爷 要聊 你们聊 我是绝不见年庚瑶的 我是奉旨来经的 万岁 或者秘密召见一下 或者由您奉旨 传话都可 余外的人 我是一个也不想见 二人 还带往下说时 八王府太监 何柱 从右夜门出来 静字走到允祥面前 王爷 我们柱子 以为十三爷在太和门候着 谁知 哪里也寻不见 万岁爷 也问 宜亲王怎么没来 请爷赶紧进去吧 说吧 看了一眼 乌思道 却没言 允祥 允祥 殷孝 哈哈 哎呀 方才我有些头昏 没有随班奉事 这回子略好些了 你且去吧 告诉你八爷 我这就来 只带何柱去了 允祥方说 无见 看来你是不进去的了 就住我府吧 万岁早说过想你 必定是要见的 我这进去一说 主子必定欢喜的 嗯 这就是十三爷 太爱我了 你等艳散无人时 再奏皇上 只说我已道经 在府里静候旨意 说吧 乌思道 便做了允祥的大叫 打道而去 为年庚摇庆宫的宴宴 设的御花园 紫禁公院内 不许栽处 这样热天独日的 一千多人的大宴 设哪个店也成不下 允祥 进来的时候 御厨房的太家们 举着大条盘 来来往往正在上菜 个个热得满头大汗 允祥 扫眼见雍正的首席 设在拜月台的梁亭下 雍正坐在首席 挨身便是兴奋的 满面红光的年庚摇 旁边是几个老亲王陪坐 便忙赶过去 给雍正磕头 起身又打了个签 笑道 给几位书爷请安了 又转位年庚摇 大将军 今日不一 这次回京 也走得劳苦 今儿主子 专备你庆功 你可要多用几杯了 年庚摇 忙功神笑道 年某何功之友啊 这都是主子调教永方 前方将士养体胜德 那些丑类 冥顽不化之徒 怎么抵挡我 堂堂王师啊 十三爷过奖了 改日 我一定登门 给十三爷请安 雍正见年庚摇 没有离席 给允祥行礼 又抢在自己前面说话 便皱了一下眉头 随即嬉笑道 听命十三郎 是朕的驻国之臣啊 真正在后方调度的 是老十三 朕不过 托列祖列宗的红服 坐享其成而已 来来来 老十三 你也这一席坐 允祥忙功神培笑 这是主子厚爱 本不敢辞的 但主子也晓得 陈帝有个全马之机 同习同餐 怕过了病气 就是别的习 陈帝也不相宜 今儿八哥是司仪 陈帝直胡思九 挨拙霸展 略尽心意 不知万岁 可能恩允呢 雍正含笑听了 啊 那随你 只不可劳累了 乏时 想歇就歇着 月台边站着的允四 见雍正合手示意 便大声叫道 开宴 奏乐 于是 古月齐名 功愁交错 允祥先举一杯 为雍正纳福 又为年羹摇敬了酒 依次按爵位 给陪坐的几个老亲王上咒 这才 又转到别的宴桌上 雍正只略举杯 挟了一口 谈笑说道 朕素不善隐 天老几杯皇叔 多劝几杯 今儿是亮宫的好日子嘛 众人忙都攻身答应 轮流为年羹摇霸展 极管凡贤中 年羹摇左一杯右一杯的 尽是敬酒 饶是亮宏 早已熏然欲醉了 仍是来者不惧 面成不倒 九永心头 耐不住便要说话 我自幼读书破万卷 原想以文质为圣朝尽力 所以秀才举人而进士 船炉宝盒殿 还不足二十岁 后来皇上收在门下 入汉军正皇旗 不料改了武职 竟成杀人不眨眼的将军 与皇上 与皇上恩节一连数十年 无不听之言 无不从之计 经济从中 艰难解决 其中苦楚 皇上尽知啊 他突然打了个顿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揭口又说 所以我常向月中起讲 生我这父母 织我这皇上 西县军事大圣 依赖皇上 洪福如天 二靠三军将士 浴血用命 这就成全我年某 为一代儒家 弥月之内 奸敌十万 圣祖在位时 也不曾有过 这都养寿皇上的 如天红锁 说着 便又滔滔不绝 大谈西宁大节 因着宴席 专为年羹摇而设 他说话 便格外隐忍 所有的目光 都扫向了他 听他黄枪走板的 大吹大雷 已在月台边 歇息的允祥 听得心惊动了 挣扎着起身 提了精神 夺了过来 笑道 哈哈哈哈 年大将军 你说的很是啊 君父之恩德 皇天后土 都见谅着呢 雍正似乎 一直漫不经心的听着 脸上 和颜月色的 盯着年羹摇 不言语 见允祥 端着酸梅汤 知识 要为年羹摇 解醒 也觉得年羹摇 再这么说下去 出了事不好收场 一笑起身 年亮宫 是有酒了 但酒后真言 朕听来 更绝受用 因为他这话坦诚 且为忠诚之坦诚 亮宫啊 弥月 尖敌十万 确是开国以来 无与伦比的大劫呀 故之良将 不过如此 趁此穷将 为朕武剑一哥 叫你主子高兴 高兴如何呀 さあ 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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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